我們請大家看六十一章 老子道德經的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交 天下之聘 聘長以敬聖母 以敬為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堅續人 小國不過欲入世人 夫良者各得所欲 大者以為下 這裡大家看白話解說就比較容易了解 事實上這一章是比較沒什麼 這是屬於政治上面的一種應用 重點是在第一段 大國者下流 這個下流大家不要從文字上面去了解 大國者就是說 一個泱泱大國的話 這一種國家 包括說一個人你在權高 權位很高的時候 你有權有勢的時候 這時候你更應展現出那一種謙虛的這一種心胸 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能夠有這種謙虛的話 那就會形成河谷 那百川就會匯集 所以這就是說 你能夠處下那種國那種種流就會聚集過來 那種意思 如果說你是一個大國或是你是一個掌權很有權的人 但是你展現出的卻是很強的那種我慢的話 那這個對自己跟對眾生來講都沒有好處 所以當你越有權的時候 你越需要謙虛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交 你看天下那些小國就會來會歸 就會來會歸 所以你有這一種 有一句話就是有榮乃大 如果說你真的你權位未高 你在公司裡面也是一樣 你的階位越高 那你越謙虛的話 那反而越好 對你 對眾生 對公司都會有好處 你不要想說我權位未高 我今天是當到總經理 我今天當到總市長 然後你就顯現出那一種 我是我能 這樣的話 反而不得民心 而且真正的人才也會漸漸的流失掉 所以你有這一種謙虛之心的話 那人才就會一直匯集過來 所以像美國 為什麼他們成為今天世界第一強國 你看他們建國以來 這一兩百年以來 他們展現出來就是那一種有榮乃大 他們開放的胸襟 民主的胸襟有榮乃大 所以世界很多國家這些精英都不斷地一直匯集到美國去 所以這方面這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在天下之聘 這個聘就是母 它這裡還有聘長乙境聖母 但是這個母又變成那就是公的 前面的聘是母 後面的讀作母 那個才是以陰陽性來講 它就是公的 它是公 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大家可以從 等一下我們就舉例來 大家就比較容易了解 天下之聘 就是陰性 磁母展現出來的都是一種比較偏於雌性 比較偏於柔軟 比較偏於包容 屬於那種靜態方面的比較多 那這個母性方面的呢 它會常常以靜 注意喔 你看 它是以靜 以一種包容 以一種慈悲 來聖母 聖公 聖過公的 以靜為下 這個靜就是說 它這是一個對比 如果以這一種來講的話 公的 陽性的 它是偏於動態的 母性的 它是偏於靜態的 它是陰性的 這是陽性的 這個屬性方面 大家可以以此類推 那這裡呢 展現出來的 這是很深的智慧啟示 母陰性的 它常常會以靜來勝過公的動 這含義很深 那你不要想說 我今天我是男人 我是陽性 它是女人 它是陰性 這個只是概略的區別而已 我們記得喔 我們每個人裡面都有或多或少 如果你是男人的話 你都有或多或少的陰性的成分 如果你是女人的話 一樣有或多或少陽性的成分 都有喔 所以不是單純的陽 也不是單純的陰 這裡面都有不同的比例 如果以解脫畫面來講的話 它是要慢慢來到 有陰有陽 剛柔並濟的這一種境界 不偏於陰也不偏於陽 它剛中有陰 陽中有陰 剛中有柔 柔中有剛 這是一個解脫畫面 所以它解脫畫面它是來到包含太極的二元方面 它兩者它都有 所以一樣喔 如果你是個男性的話 你先是個男性的話 假如你原來是陰與陽剛 你再來要的就是需要陰柔方面的 這樣知道吧 不是說我是男人 然後我這樣的解脫 我是要展現大丈夫氣勢 所以我越來要越兇 越猛 越來越厲害 我這一把劍要越來越亮 越厲害 不是這樣的 你真正的解脫 你是會來到 你懂得感恩 身心柔軟 感恩 身心柔軟 就是陽性把陰方面的漸漸的綜合起來 漸漸的包容 漸漸的培養這方面的 這樣知道嗎 這樣可以了解 如果你是女性方面的 假如你本來就配你比較靜態 本來就比較屬於陰柔方面 像這方面的話 你就需要培養那種男人的這種氣勢 大丈夫的氣勢 敢於承擔 敢提敢放 這方面就要有 如果說你本來是女性 但是你本來就比較 個性就比較強 但是這方面一樣 你還是一樣需要培養陰柔方面的 需要培養陰柔方面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 那如果以整個法界來講的話 是靜 以靜可以自動 柔會克剛 如果以這兩者來講的話 它是會有這種趨勢的 所以這裡老子才講就是說 天下之聘 天下的母性 這些母性常常會用靜來勝過公性 陽性的 以靜為夏 因為這個夏就是說 它是屬於楚夏 但是楚夏的話 事實上它到最後 反而是贏 反而是勝利 這個我們可以從 大家你看 這些家庭裡面 你慢慢去看 一般來講都是男人 好像一家之族 對不對 侯長 家長 什麼的都是男人 一般來講都是男人 這樣比較靠有掌權 比較優勢的 在家庭裡面 大部分也都是以男人為主宰 就像說有的人認為說 是啊 我賺錢 我養家 所以這些太太 小孩 就變成說好像都是 理所當然是聽我的 我們一般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在一般展現裡面 女性她常常都是屬於比較屬於柔弱 甚至被欺負 被挨打的這種情況 有沒有 有的很兇的 那是另當別分 我們講說一般啦 一般是這種情況 但是你看 女人 女人雖然她在家庭裡面 她展現出好像吃虧比較多 有什麼 有權方面 長權方面 男人長權 威權方面 也都是男人在掌握 女性好像都比較吃虧這種情況 但是 到後來 反而 男人因為樣樣要爭第一 樣樣要爭先 男人的這種民主都會抓逼女人比較暗 大男人的這種心態 一般都比女人 都要更重視這種面子方面的問題 所以都不甘服輸 所以都要搶第一 所以這種搶第一的心態 人死亡也都要搶先 知道嗎 男人平均都比較短暗 知道嗎 如果以男女來講的話 平均大概男人都少差不多五歲 四歲到五歲 四歲到五歲 不只兩歲啦 平均都少四歲到五歲 所以你看 像我回鄉下 鄉下左林右歲看 大部分 那些勞備的 百分之八十都是剩下的女眾 男眾都先跑啦 所以你看 這整個家庭到後來 結果男人都是認為說這是我的 我的 我的 到最後還是都是歸女性所有 知道嗎 所以你看他在做男人 很多一樣 你雖然是男人 但是你想想看 你對你父親跟對你母親的那一種印象 以及你那種向心方面的 一般來講都還是會比較偏向母親 所以這就是這裡老子所講的 天下之聘 之陰性的 常常會以靜聖陽性的 這方面也是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原則 大家慢慢去體會 不是再來展現我是我能我慢 你越是越剛強 那你到最後越是都是空 好 那後面這個大家可以看那個白髮翻譯箱就好 這就比較沒什麼 這屬於政治方面的 大家看就可以了解 好 我們看六十二章 好 我們看第六十二章 好 我們看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傲 善人之薄 不善人之所薄 好 美顏可以世尊 美行可以佳人 人之不善和氣之由 故立天子至三公 雖有拱臂以先是麻 不如坐盡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則何 不曰求以得 有罪以免也 故為天下貴 這一章也是一樣 含義很深 我們來看 道者萬物之傲 老子所講的這個道 講的就是整個法界 整個宇宙 這方面的 以佛教來講 就是講的就是法界 那講無形 這方面的就是空 道者萬物之傲 你看 這個道 法界 它是萬物現象界一切的總源頭 這個傲 它是包含的總源頭 它是所有現象界萬事萬物的一切的總源頭 而且這個道 它是非常深 非常奧妙的 善人之保 不善人之所保 這個道 它是怎麼樣 是善良的人的寶庫 這個善是包括說 你是一個得到 體到 悟到的人 因為你體到 悟到 得到 那你看 你會得到無限的法界的整個法寶 你處處都是發現 哇 都是無價之寶 所以當你得到悟到之後 你會快樂 歡喜 自在的 所以善人之寶 那不善人呢 之所保 雖然很多人 你在這世間上被人家界定是壞人 惡人 甚至你在逃亡 但是這個法界呢 它還是提供你可以 藏身之處 七身之所 那這樣是不是說 那這樣法界就沒有好像沒有 這個宇宙就沒有是非道德善惡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善人之所保 也就是說整個法界 整個天地 它還是慈悲地善待 愛護一切眾生 平等心愛護一切眾生 那你這樣會不會認為說 那這樣我們善人壞人 好像都沒有區別 法界對這些好像都沒有區別 那這樣是不是沒有善惡因果 絕對不是這樣 法界它提供給你平等的舞台 你一個人慈悲 你當下慈悲的話 你就會得到法界那種慈善的 慈善的回向 你當下你慈悲你就得到樂 如果你起的是稱心 你起的是害人之心 嫉妒之心 你當下你的心胸就狹窄 你當下你得到的果就是苦悶 痛苦的果 所以法界它是提供給你平等的這種立場 你從善發出去 你得到的果就是善的果 如果你發射出去的是惡 你發射出去回到法界 法界一樣它就是如此 反射過來而已 那你反射過來 你就是得到惡的果 所以這個善惡果報 那是完全是由你自己在取 你要得苦還是得樂 那是都是從你這裡出發 再來這是剛才講的這種善惡方面 這是你當下你做什麼 你就會得到這些反應 再來就是說不善人之所保 這裡所講的不善人 你還要再超越 它還有一種層面就是說 一般眾生你所界定的不善的人 未必是壞人 這樣知道吧 一般眾生你界定的壞人 未必是壞人 因為眾生只要你有談生吃 有我慢 你是從自我的立場 順我則是逆我則非去界定 但是法界呢 你認為再壞的人 對法界來講 法界還是平領對待他 法界他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 好再來 美言可以世尊 美行可以家人 你說一些好聽的話 這可以換來一些怎麼樣 這個世尊就是換來一些尊貴尊位 你多跟人家講一些好話 那這樣你可以獲得別人的 你這是好人 結果人緣交際關係都很好 美行可以家人 你一些美行可以家人 就是說因為你會增加你的善根福德因緣 所以以世間法來講的話 那因為你累積不少善根福德因緣 所以你可以等說你的各方面的成就 包括你的快樂法喜這些 你都可以超過一般人 都會超過一般人這樣 但是這兩句話它還是屬於世間法 還是在世間法裡面 再來 人之不善 何器之有 這句話講的就是法界 包括前面不善人 道是不善人之所保 那這一句話一樣 人之不善 何器之有 一般眾生你所界定的那一種壞人 不善的人 惡人 但是對法界來講還是一樣 平等的對待他們 還是給他們機會 讓他們有成長的空間 現在就好像說前一段期間 前一段期間 潛逃大陸被押回來的那個穿三甲 有沒有 像他以前他在台灣犯罪累累 但是當他逃逆到山中的時候 大帝法界還是讓他長生 還是讓他躲藏 但是並不是說 那這樣奇怪 那這個大帝就沒有 是不是會毫壞 不是這樣 因為你本身你造惡 縱然你長生在這個大帝 你還是有家歸不得 你還是流浪人 你還是苦悶不安 這樣知道吧 法界提供給你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也是希望能夠讓你能夠再改變 所以這是一種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一種平等來善待一切眾生 提供給你很好的舞台 你要演出壞人然後自討苦吃 這也是你自討苦吃 不是說有一個人在主宰你的命運 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做好 因為法界他提供給你平等舞台 你做好 你善心你就得到樂 你做不好 你在背道而馳 你就自討苦吃 像一個在逃亡的人 他是絕對看不到法界這些法的 他不是說我躲在身中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跟這個法界融為一體 我解脫自在 沒有那回事的 他整個生命就是如驚弓之鳥 對啊草木皆兵 這時候雖然那些樹還是一樣 散發芬多精給他 但是對他來講 他是體會不到樂 對他來講草木皆兵 那這個不是說大自然對他在虐待他 而是你自討苦吃 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就是說 人之不善和氣之有 法界還是平等的來對待他們 所以有時候 像我以前 當我逐步去體會這些的時候 我也想過就是說 法界都這麼慈悲的來善待一切眾生 那我也是法界的一份子 我有什麼權力去排斥去界定別人的好壞 我有什麼權力去排斥掉那些你不喜歡的人呢 這個大家好好去體會 一般眾生你不喜歡的人 你就希望他在這個地球上消失 這個人我很小 他越緊身越爛死越好 一般眾生常常會這樣 因為他逆我則非 所以當我後來體會到很多這些 所以有的人他就問我 那你現在你是以誰是你的老師呢 你這樣好像說把一切你 那些什麼宗教師 那些大師 你都認為是平等的這種立場 那誰是你的老師 你還有跟誰學習呢 我是來到以法界為師了 真的法界展現出來的就是那一種無我無私的精神 真的無我一定要深觀法界 當然如果說在人類的宗教師裡面 假如你真的能夠展現出是無我的精神 真的是一個智慧者 我一定虛心跟你學 你有優點方面我就虛心跟你學 如果你這個宗教師 你還有很多的我慢 你還是一個學術學者 你還是用自我意識在解析 你還是在我慢在展現 你還是在一詩詩詩裡面在吃 你看不到 那你掛個很有緣的宗教大師 那我要跟你學什麼 我要跟你學我慢 但是你有沒有我慢 你看我一看都很清楚 只是因緣不成熟 不便你講這樣而已 只要你真的是一個無我的人 你有優點 值得我學習 我一定都是虛心學習 就是這樣 人之不善和氣之有 故立天子至三公 雖有拱必以先事嗎 不如坐盡此道 你看老子他就真的看透世間的這些 他說如果你提到悟道之後 你看雖然有人 有這個皇帝 他要給你高官 立天子 讓你登上一個很高的權位 至三公 高官後衛給你 或是說雖有拱必以先事 包括讓你名利雙收 你要錢 要權 要什麼這些都可以給你 這就是說他用一些那種高官後衛 後爵方面的 包括名利方面的 都來 都來奉到你面前來給你 要給你 請你來當大官 但是當一個體道悟道得道之人呢 他是覺得 我不如坐盡此道 這個絕不是消極悲觀 絕對不是 而是因為 那個給你高官後衛 讓你名利雙收 背後有沒有條件 背後是有條件的 而且背後還是有在掌控你 還有一方面 你也要配合他的戲劇來演戲 他要當個導演 你要成為他的演員 為什麼他要這麼重金來聘請你 因為你可以提高他的票房 他這些投資 他還是想要大撈一筆 一般世間 常常都是以這種 有利益有條件 來觸發的 那我們真的要修行方面的話 你就是真的要超越這些 你真的要解脫就是要超越這些 那些世間的思維 世間那種名利的那種二元對立 來到真的無條件無所求 那為什麼老子對這個 認為說世間的榮法富貴 與我如呼雲 不會被世間的這些 名利這些所動搖 他就體會到 哇真的世間眾生都是在 有條件的二元對立的世界裡面 你常常要配合眾生所需要的 那種劇本去演 而你卻不能夠活出你自己 你卻不能夠成為真正的真人 所以老子認為我寧可當個真人 我寧願跟整個法界融為一體 我寧願法天地自然 成為一個真人 然後就是這樣做當下對眾生有益的事情 真正這世間對眾生有益的事情 那你就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你可以超越一切的名利 然後去做 覺得對自己對眾生有益的事情 大慈大悲憫眾生 所以這就是老子他對這方面 他有相當的深入的體悟了 好我們再看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為什麼古來自古以來 那些聖賢他們對這個道 卻如此的尊 卻如此的重視 為什麼會如此貴此道呢 卻不是說求以得有罪以人也 故為天下貴 因為這個道只要你有心要求到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事實上這也是個全說 我們一般講說你要求到然後你才能夠得到 這是個全說 你沒有經過求努力積極去追求去求到的話 你是得不到道的 所以我們在講佛法解脫道方面也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努力積極的走上 精靜的走在解脫道上 那個慾神主沒有出來的話 你是沒辦法來到虐盤無為解脫自在的世界的 所以要知道說你一定要經過求的這種心態 你才能夠得到 但當有一天你真正得到之後 你才會發現 對 無所求 無所得 道不是透過你求之後才出來 不是透過你求之後才出來 所以如果眾生你沒有了解的話 你會變成我們要努力求道 努力修道 修之後然後這個道才跑出來 事實上道本來就存在 不假修行它本來就存在 而且你也沒有離開過道 道也沒有離開過你 就像說基督教你一直要找上帝 上帝從來沒有離開過你 但是你沒有經過這個求道之心的話 你找不到上帝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有兩個眼睛你就是看不到 所以就是說你有經過這一番求道之心之後 你就能夠得到 這是一個全說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 好 所以只要大家有心去找 你就能夠得到到 再來 有罪以人也 這句話很遠深 有罪以人也 在你還沒有悟到以前 在你還沒有得到以前 一般的宗教師 我們是講一般的宗教師 沒有指涉任何宗派任何宗教 我們講說一般 如果只要他還不是真正得到到的人 那一般的宗教師呢 因為那個自我都還在 我是我能我慢這些都還在 那一般宗教師 他會灌輸你很多的原罪的觀念 灌輸你很多業力的觀念 灌輸你很多罪業 就是罪壓 然後讓你產生那一種畏懼的心態 當你產生畏懼的心態之後呢 你就會向他祈求解脫的方法 他也會告訴你 如果你信他的這一套 然後按照他所指示的方法去做 然後你就可以消災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如果你沒有按照他所做的這些方法去做 然後你就要下地獄 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怎麼樣受到什麼惡暴 受到什麼那些 所以他會告訴你一個天堂的世界 也會告訴你一個地獄的世界 你符合他的宗教教條框框這些的話呢 你就能夠來到他們所講的 那個天國天堂的這個世界 這沒有講任何宗教 這是一般的傳統會這樣 那如果你背叛不符合他們所告訴你這些的話 那你就會 入地獄 這是一般你要發展宗教事業的話 他通常的模式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一般發展宗教事業的他的模式 外向可能會有所不同 但本質都是如此 所以要知道說 這是一種發展宗教事業所貫穿出來的 但是 你能不能回到最原始 最淳樸的法界來 讓法界來說法 你不要聽那些宗教師跟你說什麼 能不能讓法界來說法 法界大自然有說有告訴你說 你一出生來你就是原罪 你一出生來你就是帶著很多的業力嗎 這些原罪業力都是眾生在那裡 佛頭把它歸納一句話出來 當初我看到這句話真的很震撼 哪一句話 一切眾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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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相 全部西貢相殘腐 我 一切眾生類 西貢相殘腐 一切眾生類 西貢相殘腐 西貢相殘腐 宗教師在殘扶弟子 弟子MASI也是一樣在殘扶宗教師 彼此互相催眠 各取所需 我催眠你所要的境界 你也催眠我所要的境界 彼此就在那裡互相催眠 然後一切眾生類西貢相殘扶 這個在我們解釋到那本書裡面 有把佛陀的這個有用出來 希望大家好好再去體會 那你看真人 一個真正體道悟道的人 他是就是聊 原來眾生就是顛倒夢想的世界裡面 互相殘扶 所以真的那些智慧者結弱者 他就是喚醒你超越過這些 超越那些二元對立 超越那些人類的互相催眠 但是通常做這樣喚醒的人 他的下場往往都不是很好 這個我本來有前段期間我有買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那個模型 本來想說拿過來給大家看 大家要知道 基督教他們有講就是說 他說 耶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他是幫眾生贖罪 耶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他是幫助眾生贖罪 有的是幫助眾生贖罪 但我們要知道耶穌他也是一樣 同樣看到你眾生本來是無罪的 本來眾生就是平等的 你的出生 這是整個法界的恩事 你的出生不是你的錯 耶穌一樣看到這個層面 所以他要幫助眾生把那些 因為眾生被灌輸很多罪 很多罪業的那種觀念 耶穌是要幫助大家 你把那些罪業觀念去除掉 但是你看 一個是眾生 好像說你這樣做無做被慣喜 現在叫你不要做無做被 你不習慣 這是一點 所以你認為說耶穌這樣錯 再來 對耶穌更不利的就是一般的宗教師 因為我們這個要發展宗教事業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大家都不用做 沒有飯吃 沒有生意可以做 所以就變成群起圍剿 九十九個宗教師一起圍剿一個耶穌 然後大家跟政治配合串人起來 把耶穌抓起來審判 定罪 你這是錯誤的 你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把耶穌又定死了 然後真正耶穌所要講的這些 那個精神核心又被慢慢的變化 變化 又成為宗教信仰 當我看到安東尼戴美勒 他又是真的看到上帝的人 他又是真的幫助眾生 能夠要幫助眾生輸對的人 但是一樣的 又被批判 又被攻擊 好 那我們再看 像林肯 美國總統林肯 大家知道 林肯他在任內他做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 哪一件工作 解放黑奴 黑人哪裡是應該當你的奴人 本來眾生是平等 你為什麼要奴隸奴於黑人 所以對林肯來講 他覺得這是不平等 不公平 這是不對的 不應該這樣的 你如果需要他們來工作的話 你用聘請的 你不可以把他當做奴隸 所以對林肯來講 他是覺得需要解放這些黑奴 但是對那些既得利益的人 你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損失很多利益 所以後來引起了什麼 引起南北戰爭 那一場南北戰爭下來是北方勝利 對吧 北方 這大家可以了解嗎 北方是 因為藍方是屬於農業的 藍方是贊成要黑奴 所以他們需要很多黑人來幫他們工作 所以藍方是反對解放黑奴 那北方是戰場解放 藍方是反對 所以藍北戰爭之後 北方是贏了 所以黑奴這個制度破除了 所以黑人在林肯任內 他就解放了解除了 所以對黑人來講的話 林肯他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偉大的總統 但是你看 林肯他為了解放黑奴 引起一場南北戰爭 北方也贏了 但是後來怎麼樣 林肯怎麼樣 林肯後來被暗殺掉 被暗殺掉 為什麼 這就是這樣 眾生一直要掌握那個既得利益 他就這樣 不顧是非好壞 逆我則非 所以這就是說 為什麼 耶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 就是說一般的宗教師 他就灌輸你很多的這些 讓你有清不完 洗不消不完的業 背不完的賬 背不完的罪 然後不斷地當一個不平等的人民 不斷在那裡祈求 當個乞丐 不斷在那裡祈求 但事實上 本來眾生就是平等的 但是這個解脫就是從那一種錯誤顛倒夢想 來到體會到無上正等正絕 一切眾生是平等 那你來到體會到真的本來就沒有罪 你本來就是無罪 是當下你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這樣知道嗎 你種善意你就得善果 你種惡因你就得惡果 所以你要來到無罪這種情況 那你看那些先知 那些真的智慧者解脫者 等說一個全說就是說 他是在幫眾生贖罪 但是他們的下場常常都是 遭受事件如此的對待 好 所以你講一點你的錯 真不是你的錯 還有那個原則也好像有一點 我不是很了解 好像感覺像 因為要講這些的話 那變成又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我們現在先點到為止 先講一下這樣 然後如果說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後面的進度 我們預定這兩次把這些講完 那像有些比較深的這些 我們可能要另外再找時間再講 講比較微細的這樣 因為這個重點很重要 如果一個體道得到悟道之人 他是來到佛陀所講的無上正等正覺 超越所有的二元對立 體會到你跟誘道的眾生都是平等的 你跟法界的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 這時候你才會消除掉所有的那些自卑跟我慢 這時候一個體道得到悟道之人 他是來到解脫自在 他是來到跟整個眾生一體的那種境界 所以你原來的那些錯誤的那種認爲 自己有很多的那種業力 自己有很多的罪惡那些 那些都可以免除 那生氣 生氣 生氣可不可以 如果 這樣才過得下去 沒有生氣過不下去 現在是這樣 如果說你還沒有來到一種解脫的境界的話 你的生氣裡面是帶有稱心的 這個稱心的話 第一個傷害的是自己 再來會傷害也會傷害眾生 那這個就會因為你中的是惡因 那就會導致那種苦的果出來 如果你覺得說我沒有吃一些苦果 覺得這樣生活過不去 那你就多吃一些苦果 如果你覺得說我多播種一些善因 慈悲善待眾生 因為那種慈悲的心 你一展現的時候 你的心量是open的 你的心量是開的 心花朵朵開的 所以你在慈悲善待眾生的當下 第一個受益的是你自己 再來就是這些對象 所以你當下播種什麼意 你就得什麼果 就是這樣 所以不願求以的有罪以免也 故為天下貴 所以這個體道悟道 這是天下最珍貴的 也就是說 如果現在跟你強調說 沒有一件事情 比這個得道 比這個得道 更重要 不是說那我這樣不要上班 我趕快去找到 不是啦 該上班該做的還是做 因為道就在日常生活中 道就在你的上班工作中 道就在你的家庭中 你真的好好聞詩之後 你處處都會找到得到 只是說你要把真的那種求道 得道 悟道這些 你要把它擺在你生命裡面的第一順位 這樣你才能夠來到大安心大自在 我以前也跟大家提過 反正我就是從高中時代 就把這種要了悟生命生死大事 了悟生命意義 就把這個擺在第一順位 所以三十年的這樣求道密道 這樣就是一個整個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再請大家看六十三頁 六十三章 如果你沒有真正得到悟道的話 不管你世間有多高的成就 不管你的官位多大 你還是憂悲苦惱不斷 不管你多麼的有錢 你還是內心的苦悶不安 還是存在 所以美麗大家就說 當下真的把那個解脫 大安心大自在 擺在第一順位 這樣你很快有一天你就能夠來到 哇 真的是解脫自在 好 請大家看六十三章 唯 無為 事 無事 為 無為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突然於其意 唯大於其係 天下然事 必作於意 天下大事 必作於係 事以聖人忠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 故能成其大 夫清諾必寡信 多益必多難 是以聖人游然之 故中無難以 唯 無為 事 無事 為 無為 這裡就是說我們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以無我無私的心去做 這三句事實上他講的都是相同的那種意思 我們要以無我無私的心去做 再來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說 你工作 你賺錢是為了不必賺錢 你工作是為了將來不必工作 這樣知道嗎 你今天努力修行 是為了將來能夠來到無休 能夠來到絕學無為賢道人 知道吧 不是說月修 身心繃得越緊 越修越厲害 一直在炫耀那種修行的法門多高多好 那個都還在有違法的世界 修行是為了不必修行 所以這樣你才能夠來到 體會到什麼叫做無修 無正 無所得的世界 但是你沒有透過有違法 那你是沒辦法來到了 所以一樣需要為你才能夠來到無為的境界 這樣知道嗎 其他以此類推 再來 大小多少抱怨乙德 最主要就是抱怨乙德 也就是說大家比較了解的乙德抱怨 但是乙德抱怨 用說的都比較快 你真的能夠乙德抱怨的話 你要有相當的慈悲心 相當的包容心 雅亮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要做出來 真的要展現出來 所以對眾生的攻擊批判呢 你一樣沒有任何的誠心 對眾生的不諒解一樣沒有任何誠心 你仍然是以慈悲善待一切眾生 但是在這個修行 在這個過程中通常你會是一開始是 你是用一種壓抑的 一種忍 但是這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都還不夠正確 因為如果你真的無我的話 你是不必忍 不必壓抑 你本來就是慈悲 本來就是讓它的境界穿流了過 當你內心是空的時候 你這個空 它有無量的這種包容 它無量的空間 可以讓一切境界穿流了過 如果你是用忍的 那個忍背後表示 因為那個自我還在 還是有限量 那你忍久了之後 那個就會爆發出來 所以如果你用忍的 你一樣去看到 你內心還是有在拉扯 還是有在掙扎 你要去看到自己的心量狹窄 自己的心量還是有限 如果你能夠看到這一層 你就會放開 再來 突然與其易 偉大與其細 這個就是我們做事情 一樣 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你要在它最容易的時候 你就要去好好的去規劃 去處理 偉大與其細 你要承擔一件大事 你要成就一件大事業 大企業 大規劃這些 一樣 你要點點滴滴的去規劃 去計畫 去籌備這樣 所以就像說你要有得到豐盛的那一種收穫 你必須 點點滴滴的去耕耘 播種 沒有不勞而獲 這就是突然與其易 偉大與其細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這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從文字上就比較容易了解 天下的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是以聖人終不至為大 故能承其大 重點是在這句話 聖人就是說那些真的有修有正的人 他絕不會認為他自己很偉大 這個大家好好去體會 我們一般說我們要修行 要成為 我們一般我們說要修行 要成聖 想要成聖 成賢 佛教是講說要成佛 老子是講說要成道 那你看 我們都是有一個目標要去達成 想去做 但是 如果 當你認為你是聖人 當你認為你是賢人的時候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你還沒有到達 這樣知道嗎 對 一方面還是有我慢 對 一方面還是有我慢 對 一方面還是有我慢 如果你認為你是佛 如果你認為你很厲害 你認為你很厲害 你的身口意清淨 你的戒行清淨 你的什麼都很好 你是佛 你是仁天師表 如果你有這一種觀念 那表示你還是凡夫 我現在說這個你不可以說 那這樣我們不用修行 我沒有那種觀念 我沒有成佛 就是說你要透過有違法 這一定要透過有違法 這樣慢慢上來 你要有一個成佛成道的這種過程 但是如果你還在有這種觀念的世界裡面 那表示你還沒有到 你還不是 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是的時候 你認為你是是的時候 你就不是 當你來到不必說是或不是 那個言語道斷的境界的時候 當你就是這個的時候 當你是真正太陽的時候 你有沒有需要去跟人家講就說 我就是太陽 你看看 我就是太陽 你要肯定我就是太陽 你要相信 百分之百相信我就是太陽 你不可以懷疑 你還會這樣嗎 如果你真的是太陽的時候 如果你是真的是太陽的時候 別人了不了解 如果你就需要 你就需要 這樣知道吧 可以拿回去嗎 這是算真心嗎 所以一個真正成佛成道的人 他是來到反僕歸真了 他是真的 他是來到反僕歸真了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體會 所以你看 從你出生以來 天地父母 太陽 有沒有哪一天跟你講就說 我就是太陽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 你們要把那個閃光燈 眉光燈照過來 照過來 照過來 所以大家要慢慢地去體會 什麼叫做 聖人忠不為大 故能誠其大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嗎 早安